适逢台湾太鲁阁族 证明20周年纪念秀宁江公所在富士村太鲁阁族文创园区 举办了《我们从哪里来?崛起于东台湾的太鲁阁族人》新书发表 期望藉由文字、史料记载 让太鲁阁族的世代传承得知自己家族是从哪里来? 秀宁江公所在富士村太鲁阁文创园区办理 《我们从哪里来?崛起东台湾的太鲁阁族人》新书发表 纪念适逢台湾太鲁阁族自民国94年或官方证明文20周年纪念 宣扬太鲁阁族这面过程的文化历史脉络价值 也同步发表由黄昌新教官收集史料 《我们从哪里来?洞迁的历史》 《我们从哪里到达洞台湾以后?洞台湾这里再是什么? 这个书里面是写的 下一步是首列文化 首列文化是什么呢? 首列文化就涵盖着整个的生态状况 所谓生态状况不是只有动质 包含地质的变化 天火的变化 这对我们整个地形的 我们进出的路线 我们在那里开发 或者说我们到这里去做任何研究 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三年智慧的角色 在首列文化当中 我下一步说 不会招命 另外就是说 很多人把那个狩猎弄错了 都认为狩猎是抓动物 我们太多狩猎人不是 我们进三手里去保护我们的土地 还能去传承我们这些 非常深奥的山林智慧 很多种 很多种 这个讲不完了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这是我们 我这一次是把这个门打开了 我一直找到了 然后下一步要继研究 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做 新闻下马会也感谢黄三星教官 对部落死掉的建制 今天也是他 用十年的时间 花费了十年的时间 写出了这本书 感谢我们的教官 以及协助这几年十几年来 上山下海的所有的整个族人 以岁月心血踏堪 本乡境内有192处 万荣乡境内有124处的旧部落的生活据点 本书共收录了 今日修营乡境内192处 万荣乡124处旧部落与生活据点 用南瓜两乡22处现金的聚落 对泰鲁格族东迁史上的三期住宿分布 一并经要整理泰鲁格族迁史历史 期望借文字史料记载 让泰鲁格族的世代传承 得以知道自己家族是从哪里来 记得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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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